台股量价背离是警訊嗎? 漲得都不是大家想要的 嗯,謝謝你們支持,要繼續喔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千涵,今天歡迎胡振宏,胡老師 千涵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台股今天是大漲了100多點 不過呢,我們可以看到上週五啊 外資是大賣了廣達跟偽創 今天他們卻是拉尾盤的情況 而且最近的資金流向我真的是看不懂 老師,你到底該怎麼觀察現在的盤勢呢? 其實現在這個大盤就是用一個方法 就是它雖然是把這個大盤往上撐對不對 但是呢,很多投資朋友就會發現說 欸,我手上股票怎麼都在跌 因為它都拉你手上沒有 跌的都跌你手上 對啊,外面去買台波 對,這叫做拉東出西 那尤其今天漲的是塑膠股 你會買台素南亞嗎? 還是買一些什麼台化? 應該不會啦 那再來呢,又漲鋼鐵 鋼鐵人家早就已經遺忘它了 那航運股呢? 那更不用講啊,大家都不敢買啦 那反而都是什麼? 別的這些電子股 那電子股有漲的就是那些大型的 對不對? 大家最喜歡的什麼AI股中小型電子股 反而是往下走的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看清楚這個盤面 才不會被這種 應該是說法人跟主義的這種老套路 老是被騙的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看這些AI股呢?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廣達 廣達之前我就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249如果跌破了 你就不用看了 有機會就趕快跑吧 那結果今天他還是沒有辦法站回去 249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跟投資朋友講 因為你現在你所看到的股價 都是因為有人喜歡做第一個當沖 第二個呢? 隔日沖 就認為這個地方好像真的跌不下去了 對不對? 那我趕快在尾盤敲進去 等明天一開高我就走 就是很多這種散戶 很喜歡的這種招數 那問題是 如果明天沒有漲的話 是繼續往下跌 你又該怎麼辦?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 尾盤拉一下 隔天就直接跳空下去 這就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老師他現在量說 是代表當沖的人越來越少 對 對倩涵講得很好 我真的要講這一點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你當個股票 假設他之前都是當沖主的最愛 然後是不是很多人回去衝來衝去? 當然資金就會有人潮 對不對? 那有人潮在的時候 那股價就很容易 我說會虛掌 可是當這個資金 因為每次沖越沖越輸的時候 大家就會轉移陣地了 尤其最近大家開始對這個AI股 開始會怕 因為每次沖都每次輸 開始跑去沖什麼? 沖所謂的資產股 開始跑去沖一些腰股 認為這個比較有機會 所以這邊的人氣就退潮 這個人氣退潮 你就要去注意 所有的當沖的最愛 如果突然忍掉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你的股價就很難再漲上去 所以你看那量能潮一大減 你就要小心 當他推不動的時候 就是法人跟主力 會出現大賣的時候 好那再來看什麼? 資源 資源也是一樣 來 資源就最明顯 今天放利多 放什麼利多? 得到什麼大廠的訂單 營收吃補 如果按照以前 就不用看 一開盤沒多久就怎麼樣? 漲停盤 沒錯吧 那為什麼現在漲不動? 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個股 為什麼 放這麼大的利多 反而他漲不動 那誰再出? 你認為散戶會出嗎? 如果你有資源 千涵 今天有利多 大盤又在漲 你會出嗎? 不會 不會吧 那漲不動 代表是有人再出 那既然千涵他不會出 那是誰再出? 這個答案就很明顯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看個股 你不要只看股價 你要去回推 你現在所看到的現象 為什麼是如此? 你就可以得出一個答案 什麼樣的答案? 就是有人在跑貨了 對不對 好那再來我們看什麼? 看偽創 偽創真的是太多人在問 尤其我這個六日的時候 好多親戚沒有問我偽創 是 問到我頭裡都會發嗎? 我說這種股票就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還想跟他耗下去 你就把這個最後防守點 107.5給他看住 如果真的不行你就把他砍 而且我也跟他非常的明白 跟我們的這些親戚朋友講 我說基本上 你要賺只能賺到什麼? 豬肉質 有沒有吃過豬肉質? 沒有 沒吃過薄薄的 很好吃 但是很薄 沒有什麼肉 但是投資配 你要去想想看 如果這個豬肉質吃不到 你還丟了一塊肉怎麼辦? 這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說過當量能潮退超的時候 只要是這種所謂的當沖的標的 當他的量能潮一退 那就代表這些當沖的人 都不敢在這裡面沖了 為什麼? 每次沖每次輸 所以為什麼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為什麼一直在跟你解這三檔股票 因為這三檔股票就代表著 AI股它的一個未來的方向 因為廣達它是法人的認養股 那資源它是比較偏向 在目前AI股裡面還算是比較強的 那偽創是最弱的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三檔股票的表現 都不怎麼樣 所以AI股你真的要稍微去注意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ght跟Telecon 財經及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再到訪問吧 下次再見 再到訪問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